话说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十二个朝代,到底哪个才是最无能的朝代呢?答案既不是最后一个没落的清朝,也不是败于农民起义的元朝,而是要早于他们百年之前的晋朝。那为什么说晋朝是中国最无能的朝代呢?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按年份来算,他是中国最夭壽的朝代,一百一十五年的历史中出了十五位皇帝,其中十四位都是短命又没用的,甚至连傻子都可以当皇帝,唯一还稍有建树是开国皇帝。 而按时代氛围来看,两晋时期五湖乱滑,一关南渡,以及八王之乱等等的各种纷乱接踵而至,竟然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能平定得下来。 而且两晋时期,中国北方彻底沦陷在了一百三十五年的动荡时光里,以至于国力的急速衰退,看来如此窝囊的一个朝代只配沦为历史的垫底了。 可是你敢相信,如此没有用的一个朝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,尽管它窝囊又没用,又创造不出丝毫建树,可是它处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最关键的转折的时刻。 当我们跳出这个朝代本身来看,历史赋予它的成上旗下,远远地超过它本身能力,毫不夸张地说,正是先有它的存在,才会有了之后的隋唐盛世,它给历史留下的意义远高于历史对它的评价。 那么,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朝代?为何会有如此两极分化的表现呢?一切都是来自时代背景赋予的特征。 我们都知道,晋朝始于公元266年,结束于公元420年,分为西晋和东晋,由于皇帝成员均为司马姓氏的后裔,所以它有个别称叫做司马晋。 晋朝的开端就是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。 他逼迫魏元帝曹焕禅让给自己,并改国耗尽,将首都定在洛阳。 他在位26年间积极致力于革新政治,振兴经济,让整个社会呈现繁荣景象,使称太康之志。 可惜到了司马炎之后,司马家族后代不是碌碌无为,就是沉迷酒色,短命早亡,更是不在少数。 要知道,这其中最常在位不过24年,还没有干过他的老祖宗,最短的只有一年,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过七,八年之久,皇帝和走马灯一样的幻野注定了这个时代安稳不了。 他的十四位皇帝中,司马少,司马眼,司马月,司马牧这四位都是在二十多岁早逝,虽然历史上对他们的死因晦积陌深,不愿详谈, 但是死于风华正茂的年纪,想必不是被人谋害,就是死于意外。 毕竟在司马家族这样的故事可不少发生,司马匹就是吃丹药中毒而死,司马中和司马赤就是被人毒死的,司马夜是遭到俘虏后被杀。 还有两位皇帝司马瑞和司马玉更是做了一辈子的傀儡皇帝。 要说以上几位皇帝是出生时候时局不好,只能听天由命任凭发落倒也说得过去。 但是还有两位皇帝死得更是窝囊,他们是生生地被棉被给捂死的。 一位是东晋最后一位皇帝司马德文,因为流域的谋朝篡位,想要逼迫他自杀,但是进宫帝不愿引咎服毒,随后就被刺客用棉被捂死了。 至于另外一位司马耀则是死得跟开玩笑一样,一日司马耀醉酒后跟自己贵人生气,还说要废了他,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他的一句戏言,说不定第二天酒醒起床就忘了。 可是这贵人听进去了,当晚他就找了一群宫女,用一床被子捂死了他,被自己的贵人弄死。 孝武帝可是历史第一人啊,值得一提示,这里头还出了两位傻子皇帝,一个是开国皇帝的继任者司马中,不要提他的无能,管不了藩王才导致的八王之乱,甚至他给人的感觉是连基本的智商都没有。 据说有一次早朝之时,底下的大臣汇报哪个地方粮食欠收,致使灾荒,老百姓都饿得鸡肠鹿鹿,司马中来了一句,何不食肉迷,让人无语至极。 还有一位叫做司马德宗,晋书对他的记载,地不会,自少几掌,口不能言,虽寒暑之便,无以便也。 意思是说,他不会说话,也不会分辨冷热,这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傻了,是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吧。 两进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,尽管西进的开国之军晋武帝司马延确实一统三国,结束了此前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,但却开启了一个更加令人绝望的新时代。 在这个时代,门阀士族的影响力进一步膨胀,甚至能够架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,门阀交涉淫逸的同时,底层百姓却受尽压迫,且失去了上升渠道,那么晋朝真的没有明君了吗? 西进后期八王之乱爆发,借着北方游牧民族趁乱涌入中原,这番浩劫被称作五胡乱华,西进被匈奴人灭亡后,偏安易于的东晋在南方建立,北方汉人遭大量屠戮,南方汉人则继续被门阀压迫,在两进十五位帝王当中, 只有一人被试作明君,那便是晋明帝司马绍,可惜的是,司马绍年节二十七岁,就不幸病逝,从此东晋彻底断绝了希望。 西进元康九年,掌权多年的皇后贾南风将并非自己亲生的太子司马裕废除并求见,这被认为是八王之乱第二阶段的序幕。 同年,狼牙王司马瑞生下一子,这便是司马绍,北方游牧民族趁乱南下后,大量市民渡江南下避祸,司马瑞也逃到了建业。 在出身狼牙王室的王导的帮助下,司马瑞成功赢得了江东豪族的一致拥戴,西进灭亡后,他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政权,作为司马瑞的长子,司马绍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。 而建书也盛赞他道,性智孝,有文武才略,亲贤爱客,雅浩文辞,当时名臣,自王导,耕亮,温桥,环宜,软放等,贤贱亲代,常论圣人真假之意,导等不能趋。 又袭武艺,善辅将士,于时东朝几几,远近属心烟。 东晋永昌元年,开国功臣王导的堂兄王敦,布满司马瑞,为制衡狼牙王室,而扶持镇北将军刘奎等人,便在列举了刘奎十条罪状后,以清军策为名,进军建康。 没过多久,占据实力优势的王敦,顺利攻入建康,并在架空司马瑞后,自封丞相。 却说王敦刚刚起兵之时,司马绍曾打算亲自率军前去讨伐,太子中数字温桥劝见不成,直接挥剑斩断其坐骑的缰绳才作罢。 王敦掌权后认为司马瑞不足为虑,但司马绍志勇皆备,恐怕会成为自己的巨大威胁,便打算将其废除。 此时,又是温桥率领群臣反对,才迫使王敦放弃。 永昌元年323,司马瑞在忧愤中病逝,司马绍在动荡中继承皇位。 当时,自以为牢牢掌控朝政的王敦已经离开健康遥控局势,但好在以王导为首的狼牙王室其余成员都并不支持王敦。 处于不利局面的司马绍先是任命忠诚于皇室的西剑为衍州刺史,打算利用他抗衡王敦。 然而惊艳老道的王敦却上表推荐西剑出任上书令,迫使他返回健康。 不久后,王敦在一次密会中与心腹前奉讨论窜逆之事,同在席间的王允之靠庄罪免出怀疑。 随后急忙赶往健康,将王敦的计划告知了父亲王叔。 王叔得之后与王导一同将消息上奏司马绍,后者立刻开始着手防备。 就在此时,王敦却突然病重,司马绍不愿放过这一天赐粮机,便以王导为大都督,又召集衍州刺史刘霞,徐州刺史王岁,豫州刺史祖约等忠于自己的官员率领兵马赶赴健康准备迎敌。 一切准备妥当后,司马绍声称王敦已死,下诏对其党羽进行讨伐。 此时的王敦尽管还活着,但已病重到无法指挥部队,只好委任兄长王涵,心腹前锋等人,打着朱砂温桥等人的旗号进军健康,和数年前不同。 这次司马绍派出的军队节节胜利,自知无力回天的王敦于愤恨中病逝。 平定王敦之乱后,司马绍采纳温桥的建议赦免了其下属,又重新任命了江州、荆州等地的刺史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时在朝中最具权势的狼牙王室因为王敦遭诸而暂时有所收敛。 这就给了司马绍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环境,通过委任英瞻、刘霞、陶侃等王室家族以外的大臣为地方官。 司马绍对各地的掌控力达到了东晋历代帝王的巅峰。 司马绍之所以能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两晋时期的唯一明君,除了他本就聪慧锐之外,也多亏了王敦叛乱,导致王家在朝中的影响力降低。 如果不是英年早逝,司马绍或许能够带领东晋走向富强,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幻想。 司马绍对于司马绍禁书的评价颇为恰当,那就是虽想国日浅而规模红元矣。